那种痛 我常常说 说真的 现在我想起来我会怕 你不知道你未来到底 你的人生 你的未来在哪 你能叫我们自身自命吗 我们的民族走到这一天 政府粗暴的征收 导致一辈子耕田为生的农夫 连拥有一块田地都成为奢求 听过这十家带路 盘年2012至2018全台农地 12万多笔交易资料 发现新北市农地价格 六年来涨幅近达到 117% 高居全台第一 药例的涨幅也逼近三成 排名大全国第五 学者分析 北台湾农地标准原因 都与都市开发有密切关系 土地市场 它是一个非常地区性的市场 而且农地市场跟其他市场 有一个更大的差别 就是它对政府的一些政策 还有特定的一些事件 它反映在农地价格的 会特别的明显 苹果前进新北 及苗栗两地 倾听当地农民 最沉痛的控诉 我已经65岁了 我在这里土生独长 阿公那一员就住在这里了 我们的土地是要为一甲地左右 位于新北三峡的龙埔里 因为捷运三印线开发案 或是三公顷农田 将被规划为机场用地 因为第二个人不可思议 这么好的 他们要收那么多 把我祖先留下来的房子 通通要把它我们拆掉 赶走这样子 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你把我拆走 现在你给我钱 我也买不动一层的楼 细除几年来三峡的开发案 从北大特区 到被当地民众挡下来的 麦子园都市计划 以及正在龙埔里进行的 捷运三印线开发案 政府已去开发 带走的却是老农夫的一切 最笨的永远是老百姓 最笨的永远是农夫 因为最好惨了嘛 没有任何建筑物 只要大型机具进驻的话 不用三两天马上移为平地 所有老百姓的心血 一系变成没有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形容 当我们的土地一再被剥夺 我们又没有那个力量 跟公权力对抗 我们难道要死给政府看吗 当地农民正线入土地 将被征收的不安情绪里 恰巧的是 根据市家登陆资料 三峡区这六年的农历涨幅 近高达239.1% 同样积极推动开发案的英哥 农历涨幅也来到214.2% 排名新北第二 其实会买农地做资产型或投资的 他们基本上都不是一般的市井小民 都一定要 就口袋要钱 我被征收了之后 我再被征收了 再到同一个旁边去买铃铁地 那个地主他开也不是这个价格 他绝对不会开征收的价格 政府强征农地 放任投资客炒作土地 关闭民返的戏码不断在台湾各地上演 苹果透过卫星图发现 苗栗厚龙周遭的大片田地 因高铁特区建案被切割得四分五裂 但良田消失后 这里却仍是荒芜一片 这几万 几万 几万 这几万 这比较大 几万 这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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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永远跟土地是 永远是分不开的啦 你说电脑会吃饭 吃到饱 不要说电脑吃到饱 如果有一天没米 欢迎大家吃到饱 我觉得不管你 这个国家在科技再多发达 你的荣耐还是要变形的 台湾的土地你看 每个地方它的土地 你的特色你种什么好吃 种什么不好吃 它都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他是苗栗厚龙镇农民洪湘 十一年前政府会打造厚龙科技园区 征收360公顷农地 他带领当地农民走上街头 经过三年抗争 终于挡下开发案 你知道吗 大家都很烦恼 而且说真的那种屋子 那种痛 我常常说 说真的 现在我想起来我会怕 今天我角色就是种田 你说把我的田卖掉 那你不是断了我的后路吗 我人我还要做 其实土地是要借给大家吃的问题 不是要拿来不过 同在苗栗的竹南镇 2014年也曾面临政府 强硬征收 准备开发齐定产业园区 2013年 大浦征收案 他接着就开始在我们村庄里面办说明会 那时候我们这边的农民 我们就组成一个 旗鼎制救会 那时候整个很多工业用地 刘正宏都把它变更为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原来工业用地变成 那你再来 签农地 再来把它变成 这个是很荒谬的 根据石下战路资料 在苗栗县16个乡镇里 6年来以西湖的农地涨幅最惊人 达295.1% 卓兰则有188.2% 工业区不断进驻的竹南 也有95.7%涨幅近乎翻倍 都市开发案连带烘台农地价格 导致青农 根本卖不起农地 这边的地价或房价 某种程度抬升 但是并不代表是说 有心要来这里发展的人 他们可以在这边 麦地的事情是在这个选项 麦地的事情 就等到我哪一天 中热透的话 或许会考虑吧 学者痛批 地方政府带头成为农地掠夺者 农地不克税 所以从财政的角度 我的行政辖区里面有农地 对我是没帮助呢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新定都市计划区 我们农地不断地减少 不断地流失 其实最主要的破坏者 就是我们政府自己本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